洪荒时期,炎帝被皇帝打败之后,他就化名为神农,长白草拯救世人,而炎帝的老首领之子,赤,因不满父亲将首领之位传于炎帝,他就处心积虑地一心想整死炎帝,哪怕此时不再过问江湖式的神农,他也要将其除之消消气,这伙很把气啊,现在我改名叫温神,看看是你的白草灵验,还是我的瘟疫厉害,说吧,温神跳跃而起。 直取神农的向上人头,神农眼疾手败,砰砰砰的几下就把温神揣到了一边,温神停留不及,两个妖子翻身继续进攻,俩人打得冒起狼烟天旋地转,而温神所到之处,必定是一群苍蝇跟着嗡嗡嗡,然后,就是这么强大气场的温神,却被神农一个树根给砸消散锤子了。 温神打不过人家还嘴硬,他就用千里传音警告神农,这次算你走硬,但你也奈何不了我的瘟疫,与此同时,宣元族首领皇帝,和九黎族首领持友,带领着军队正在进行日程,惊天地气鬼神的恶战,两位首领那也是英勇好战,群殴不过瘾,他们就单挑, 俩人呢都是天生神力,功夫可谓是出神入化,始军立敌,不分上下,打了老半天,争得脸红脖子醋,也没有分出个胜负出来,就在此时,各自的军队都跑来了一个小兵,说是瘟疫横行,族人死伤惨重,两位首领一听,那是赶紧霸战,临走前还约定,他日,必定会大汉淋漓地再大战一次。 卫一横行,百姓们苦不堪言,看着死的死,病的病的族人,皇帝那是有力,也使不上去,正在不知所措之时,炎帝亲自找上了门, 请炎帝去大帐,我在那儿等他,是,他不计前嫌地把毕生经历,所研究的药方送给了皇帝,虽说不能根治瘟疫,但最起码能够控制病人的病情, 皇帝瞅着这个曾经横刀夺爱的家伙,不由自主地打心底敬佩这个男人。 随后,神农又来到了九里族,同样把能够控制病情的药交给了吃友,面向粗糙的吃友在背后打赞, 不管你是炎帝还是神农,你都是这个世上的大英雄,面对着瘟神一场又一场的瘟疫,神农他便山川,长遍万草,都没有找到能够根治的方法, 人在最无助的时候就该祈求上天了,为了拯救天下苍生,神农跪在那里祈求老天爷,能够降下粮方,救助世人。 天庭之上,太上老君向玉帝禀报说,凡间的神农祈求上天,希望获得消除瘟疫之法,已经跪拜整整三日了,玉帝颇为严肃,先凡有别,人间之事不便干预。 此时,太白金星炸了出来,说那神农本是人间的盐帝,后来隐姓埋名,常遍百草救济世人,在人间颇有声望啊, 如果神农误会了玉帝,在人间散不谣言诋毁玉帝,那可对天庭百害而无一利啊。 玉帝一听这话,盲命太白金星下凡召见神农觐见,再瞅这边,自从几百年前,花神向他哥哥玉帝讨要盘古仙种后,就一直地浇水培育, 他倒要看看这盘古仙种,到底能够长出什么东西,黄天不负有心人呢,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 他这激动的以后,直接惊动了还在开会的玉帝,太上老君在一旁提醒, 上一次花神海生震天,还是向玉帝尼索要盘古仙种。 他这遗憾肯定麻烦不小,走,看看去。 等到玉帝过去一瞅,那是大吃一惊了,此仙种自天庭有史以来,无一人能够种成,没想到竟被你给种出了这么美妙的仙物。 随后,玉帝就以妹妹花神的名字,赐此物名为话,就在大火围着花开心的时候,神农已经来到了天庭, 神农见到玉帝不卑不亢,依旧是帅气冲天,玉帝开口说话,你祈求上天,成心可嘉。 你究竟所为何事啊? 神农就把人间百姓屡遭瘟疫,民不聊生的事情给讲了一遍,并且请求玉帝赐予良方,驱除瘟疫,解救世人。 但玉帝却说,这瘟疫横行,乃是人间的结束,天庭不便插手,神农一听这话,伤心不已啊。 而玉帝画风一转,说神农心的仁慈,又是个人才,愿意为他魄力上天成仙,神农心系天下苍盛,当场表态,瘟疫不除,绝不成仙。 你们看这个人真是奇怪啊,他连神仙也不想做啊,你们过来。 花神没事也喜欢捣动个花花草草,于是,他就在南天门,把神农给请了过来。 既然有共同的爱好,那就深入地交流一下呗,神农就将他长摆草食。 所遇到的奇闻去世给讲述了一遍,那是听得花神如痴如迷,恨不得把神农留下来,天天陪着他讲故事。 反观神农归心似简,凡间的瘟疫还没解决呢,哪有那闲工夫天天陪你砍大山呢。 虽说花神淘气了一点,但是心地还是挺善良地,你神农尝过白草,但是有一样你没尝过,那就是我花神用盘古仙种。 所培育出来的话,神农遇见稀罕物,那也是不客气,当即就就了一片花填进了口中。 砸不砸不嘴,神农开心了,此花药性很强,是白草不能比的。 如果用紫花和白草混在一起,我有九成把握克制瘟疫。 花神一听这话高兴坏了,既然花能够拯救天下苍生,那我就送你盘古仙种和培育之法,让你带回人间驱除瘟疫,拯救天下苍生吧。 那么神农能否驱除瘟疫,拯救天下饱受疾苦的百姓呢? 好了没有了,喜欢大牙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,咱们下期见。